鐵板滋滋作響 牛肉搭配洋蔥香氣四溢 新裝一間平價鐵板燒店 給五星評論就送荷包蛋 在Google累積4.8顆新好評 但現在有員工家長控訴 他們急欠同工薪水 要嘛說銀行沒開 要嘛說他等他的貨賣出去 他才有辦法發 再來就是說他錢卡在廠商那邊 說因為家境清寒 投訴人15歲的兒子 自願到鐵板燒店打工 但家長控訴從1月開始 薪水就沒拿完整 老闆用各種理由推託 另外還被以各類明目扣薪 實在無法接受 他月休六天 然後二月的時候他加班三天半 等於說他只 二月他只休兩天半 店長賴我說 那個扣錢的事情 就跟政府開罰單的意思是一樣的 我看到這個我也很不爽 是因為他兒子來這邊上班時 一直在破壞功能 我們都我們店家都會給他一次兩次三次的機會 卡片上面什麼扣50扣100 都是單位以利來跟我借錢 我們都有安時的保護薪水 我這邊有那個證明 不過新北老檢處表示 店家僱用未滿十六歲的童工 卻沒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 接下來將依法開罰 該單位使同工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將移請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業者堅稱有按時付薪水 但老檢處稽查時 他們也並未出示證明 事情為何 家長說要告到底 業者也說會反告 接下來將對部公堂 3D新聞 鄭祥仁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